今天我们的探索城市系列 我住在这里 要来访问一位 顶级的粤菜大厨 他就是Chef Tony 我本来是土生土长的中山人 在中山出生 15岁开始就学餐饮 这位被LA Eater评为 北洛杉矶顶级粤菜厨师的大厨 从小学习厨艺 并识从世界顶级粤菜大师 杨冠一 习得医生本领之后 决定移民到温哥华闯荡 在那里 他开了自己在北美的 第一家粤菜餐厅 很多同行业说 海港不到三个月要倒闭的 他这样经营可能不行 首先我们饮茶 就是说马上点 马上就 就是广东话叫 对他们来说是没可能做得到 但是我充满信心 因为我在温哥华可以做到 来这里没可能做到 在温哥华一举成名后 何惠东决定将自己的粤菜版图 拓展到美国 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 他来到了洛杉矶 当时这里的粤菜餐馆芳心慰爱 嗅到了商机的何主厨 立即决定在洛杉矶 开一家粤菜点心酒楼 当时我就开在黑松露 小麦 就是以前的广东是没有 用黑松露 对不对 要把那个黑松露 那个捞机 黑松露消机 是变化一下 所以客人是对这个特别有影响 所以以前海港第一季 就是用传统的 广东的鱼 用盐来鼓鼓 我之前说八年前 我说我要调整一下 我要做开始健康一点的 开始健康一点的 比如说我做中餐馆 做海参餐馆 我就改变一下 菜油 西方很多种橄榄油 可以用 我们能把那个叶菜油改变一下 全部用橄榄油 要健康一点 还有传统的虾角 你看那个皮色白色 但是所以我刚才说 杨为中用 我把黑松露 把那个墨鱼汁 我就变成用墨鱼汁来做 我们的虾角 这个量更厉害 所以我用墨鱼汁来做一个虾角 用墨鱼汁去做一个牛虾包 为什么那个意大利 西班牙那个墨鱼汁能 意大利面 这么受欢迎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 把这样的东西 结合在我们中国点心 中国菜里面 下一集 让我们来尝尝 Tony主厨的创新点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